Hello! 今天年初二就跟大家講解籤的問題 每年鄉議局都會代香港人求一支香港的籤 今年也不例外了 今年就求了一支劉業強開演局主席劉王發的兒子 求了一支86號籤中籤 籤文很多人都解錯了 也掌握不了解文的精髓 包括麥寧寧 或者是車工廟 解籤人、更旺論、劉業強 他們完全是不認識的人 那麼 風水命理不足為精 我就不想講那些 我純粹講一些籤文背後的典故 這些涉及到文史的基礎知識 我一看就記得 原來這籤裡面 有一些我以前熟讀的書裡面的典故 這籤文是86號籤中籤 籤文約 石田為業起非尚 滑餅將來未見香 枕曉田間魂不得 那枝餅食未充長 很多負面的東西 其實一看之籤就看到兩個典故 至少我看到兩個典故 可能有更多的 如果有更多的 大家不妨告訴我 第一個就是 石田為業起非尚 很多人照字的意思是石田 石頭的田 當然是奸來徒勞不公 徒勞無功 就是不好的東西 當然是不好的東西 但是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原來我一看 就來自《史記》的記載 石田 石田是為什麼呢? 話說當年 月王歐淺率兵去到吳國裡面 吳 吳就是清臣 然後獻了很多禮 吳王就很開心 但是吳子衰就說 哎呀 士氣吳雅 你這樣放過 就是 這樣做是 就是 放棄了吳國 你不能夠 就是 將月王的危險 威脅性 完全把它排除在外 他說 月在福心 月其實就是在吳國的旁邊 他的危機其實就是在你的福心裡面 福心就是很近 威脅性很大 而當時吳王符叉就想著北伐 打齊 所以呢 金得志於齊 由石田無所用 得志於齊 你去到齊國裡面 要武揚威 其實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齊國是北方的 北方的威脅對你很小 北方對你的益處也很小 關鍵在於你自己內在 或者自己附近的東西 所以呢 石田呢 其實就是有這個歷史典故 套回來香港 就是我們現在一直是北望神州 石田呢 田者 當然是在內陸裡面 但是我們香港固有的傳統 其實就是在於我們海洋性的文化 所以一味就是要同化 要中國化、大陸化 卻忘記了中國和外國的西方文化在香港 是融合交會的 我們香港的優勢是在於國際 但是現在就處處 就要融入大灣區 融入我們的國家的大戰略裡面 所以石田呢 哎呀 無所用 習解說石田不可奸 事實上呢 是得到好看的 但是呢 是沒有用的 所以很多那些所謂的融合大計 都是好看的 什麼港珠澳大橋啊 什麼什麼大灣區計劃啊 都是好看的 但是有沒有用呢 如果知道籤的意思 就似乎有這樣的餘意在裡面了 其次了 裡面有一句呢 就是有些人也是看不明白的 裡面那句呢 滑餅將來未見香 滑餅是什麼呢 滑餅 我們常見一個四字成語 叫做滑餅充饑 那滑餅充饑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滑出來的餅 當然是吃不飽了 所以這些就是徒勞無功的東西 就是一些裝門面的東西 但是當然 典故並不是這樣的 典故是來自三國志 魏書 我手上 三國志 魏書 魏書裡面有一段 就講到魏文帝 曹丕 就跟神子有談這個問題了 他說 之前諸葛誕、鄧陽等持名譽 諸葛誕、鄧陽等持名譽 鄧陽等持名譽 鄧陽等持名譽 有四聰八達之超 帝疾之 皇帝不太喜歡他們 事舉中書囊 趙約 得其人與否再勞生矣 選舉莫取有名 有名滑地作餅 不可淡也 什麼意思呢? 他說有名的人 出名的人 就好像滑地作餅 在地上滑了餅出來 是不能吃的 是看的而已 所以名氣是沒用的 套用香港的情況 香港所謂百多年的國際大都會 什麼自由經濟體排名第一 什麼什麼什麼 名氣的東西是不實際的 所以最後簽文他有一句說 就是這個 哎呀 那枝餅食不沖場 就是名氣的東西 香港其實過去了 香港好像舊屎一樣 沖了下去廁所 沒有了 舊屎 舊屎王借唐前煙 飛入尋常百姓家 香港已經是沒有了 但是這個 當然是典故的 其一 不知其二 事實上 東漢以來 大家知道 有一個叫月旦平的東西 大家對人物的風名 風呢 就是名氣 其實是很注重的 而名氣呢 就是有時候就是 文明不如見面 但是名氣 人家聖名之下 就無虛事 人家出名 一定有一些他值得欣賞的地方 香港也是 其實他出名 也有一些值得欣賞的地方 所以當時 那個神子 盧毓就回答文帝這麼說 他就說 名不足以異人 而可以得嘗試 就是 出名不一定是找到一些很厲害的人 但是找到一些嘗試 一些不錯的讀書人出來 就是如果我們 就是香港用在前途 其實我們一定要堅守著我們過去的名譽 過去的名譽是說什麼 廉潔奉公 我們過去的名譽是說法治 司法獨立 我們是在說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完全放棄了我們的名譽 就滑餅一定是不能夠衝腸的 一定不能夠溫飽的 所以其實那個句子的典故 有了後面那件事情 所以其實最後呢 文帝聽完 這個盧毓所說 其實他就 也有道理 就是 嘗試為教務善 然後有名 非所當侄也 就是我們 有道理的 原來聽的名字 也不是說 就是他的風評 也不能夠完全當是沒有道的 也可以考慮的 遞立其言 職照 作考 課法 從此 人一定是兩樣東西 虛實 要相蒙 虛實 要相稱 虛你的名氣 實 就是你的才華 所以我們香港要捍衛我們的 就是 過去的傳統 什麼司法獨立 什麼什麼 最自由經濟港 但是同時間呢 我們也要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不能夠完全 靠名字去賺錢 所以這支中籤 其實背後有兩個典故 最後呢 就是一個WeChat的網友 想問了我的問題 他就透過WeChat WeChat 我就不會回答時事 因為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 如果要講 我都會在YouTube 或者Facebook裡面 講事事問題 他就講這個 國旗法 就是說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 對國旗的尊重 國旗法 那麼香港人對國旗不尊重 對國歌不尊重 那麼其實才要立法而已 就好像家長搞一些子女不聽 才用鹽 就是這個方法 他就講了很多這些意見 希望我可以回應一下 立場我就不講了 我講的原理 為什麼在其他 譬如說印度 看電影 原來看電影之前 是要先唱局歌的 就是這麼有型 但是為什麼在香港 就是有牽然大波呢 在美國之前 就是打美式足球 那麼有些球員 就不是站在那裡唱局歌 就半季單室季 都被人說是不專門做 都是一種抗議來的 但是為什麼香港會有牽然大波呢 在西方 印度 日本 都沒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沒有嚴重的社會反抗 反應 我想這是一個基礎原理 就是 在別人的國家 就是國家和執政者 或者執政黨 是分開的 就是國家是常在的 但是執政黨可以滅亡 可以下台 可以淡出歷史 什麼揮甲黨 現在都沒有了 是不是 以前美國執政的自由黨 現在也是 雖未至灰飛煙滅 但是也是淡出歷史舞台 所以 就是 我們今天國家就不同了 我們國家 憲法寫明 一定要捍衛 就是共產黨的持續執政 就是 這個由 共產黨帶領多黨合作制 所謂兩個一百年 所以在別人的國家 你可以討厭執政者 討厭執政黨 但是你不會討厭那個國家 但是我們 就是我國的特色 就是將兩隻捆綁 所以那些人就沒有選擇 就是你如果討厭後者 就一定要討厭前者 所以才會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就是 所以不能夠用香港 或者中國的情況 和其他國家去比較 因為它不是處於同等的 一個社會背景下 至於你同不同意 應不應該立法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要解釋這個原理 為什麼這些人會反抗 就是這個意思的 無論如何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以訂閱記得按一下小鐘 最後就是 我最近 上載了一些 學術的影片 和陶國璋教授對談 中國思想史錄講的 希望這些沒有時限性的事情 大家可以有時間重溫 不斷地聽 接下來這幾天 我還會上載一些 我在其他頻道 以前講過的講座 但是由於我這個頻道 很多聽眾是新追蹤的 未必會有看過 我也會在我接下來的 就是趁著放假 我接下來也會走幾天 會上載下去 我這個YouTube裡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重溫 看一看廣告 如果不想看廣告的 你看到YouTube旁邊 可能有些廣告的 banner 你按一下它 我也可能會因此有得益的 要持續經營這個YouTube Channel 還要靠各位的支持 鼓勵 多謝大家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3日 大年初二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今年跟往年一樣 以前由鄉議局主席劉王發 現在由他兒子劉葉強 到沙田的車公廟求籤 為香港求籤 過去三年我都有在YouTube解籤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聽聽 而我解籤的方法跟風水先生解大不同 他們往往從風水角度解 我就是從歷史典故解 因為對我來說這些籤文都是詩詞 解詩詞就是我的興趣 所以今天又分享一下 但是以我的印象 過去三年 我所解的這些歷史典故 其實跟香港的發展都頗有相契合的地方 當然這些都可能是巧合 或者信則有不信則無的東西 但是 參考一下也無妨 有一個道具 這個道具 解籤的時候拿出一把線 這個道具就是 姚公姚中兒 選堂先生的墨寶 相當有趣 要麼有些喜慶的東西 紅色的東西 點綴一下 簽文第四十五 中簽 看上去不像是中簽 像是下簽 下手須教一著先 世情局面虎途言 即身力火 非無事 識者如能知未然 這一首詩 我看上去似乎是頗下簽 不算下下簽 起碼還是下簽 中下簽 但是這個簽文說是中簽 我一起解釋為什麼我覺得是下簽 下手須教一著先 這裡應該是說下棋 下棋一著一著 你出棋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先教一著先 最好請教別人 世情險惡 世事變化多端 如果你強行來 只會怎樣 做所有事情都是徒勞無功 好了 後面這句是關鍵 即身力火 非無事 即身力火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搞古籍注譯 我譯過管子和鹽鐵論 而管子接下來會再版 孟子我一直答應出版社去譯 但是由於自己精神各方面不佳 一直拖延了 這句就是跟我以前翻譯的文章有關係的 一看就勾起我的記憶 來自史記或者漢書 史記漢書也有修錄 即身力火 其實查一查 漢書的《假疑傳》寫得很詳細 《假疑》是誰人? 《假疑》是漢代初年一個著名的知識分子 他寫過一篇文章叫《過秦論》 非常有名的 解釋秦為什麼會輕亡 為什麼最後會滅亡? 何也仁義不思 攻守之勢也 就說他是以馬上得天下 卻以馬上治天下 但是得天下和治天下是不同的 你用革命的方法得到天下 你不能夠用革命的方法治理天下 如果用這種方法 最後馬上失天下 這就是《假疑》著名的總結 《秦》為什麼最後迅速而亡? 非常有名 《假疑》這個知識分子 當然他跟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 講真話都很坎坷 這就是當時民警之治的開始 民帝的時期 天下大定 大家都很開心 很快樂 朝廷上下都以為國家非常安全 但是不是的 當時事事 兇奴強 兇奴越來越強 親邊 經常搞事 天下初定 制度疏闊 其實什麼都搞不定 其實是 然後 懷難齊不枉 皆為逆諸 間中有人造反 結果 《假疑》就上疏陳正事 上疏告訴他 皇帝不是這樣的 他說 神竊為 神竊 我自己覺得 竊以為 就是我覺得 為時勢 可謂痛哭者一 可謂流涕者二 現在 人人都說天下非常好 我就哭著這麼說 他說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說 他說 晉賢者皆弱 現在神子每個都說 天下以安置矣 他說現在國家很安全 天下大定 神子這麼說 神獨以為未也 但其實我不同意 為什麼呢? 日安且自知 非如 就是說現在天下非常穩定 國家非常安全 國家非常強姓 那些不是愚蠢 就是無滅 就是阿如奉承 非如則愚 這不是愚蠢 就是阿如奉承的愚 那麼 皆非事實 知自亂之體也 他說這些都不是事實 知識分子應該要諷刺時弊 斟貶時弊 告訴社會 告訴人民 告訴國家知社會發生什麼事 天天說自己大國崛起 天天說自己現在天下穩定 天天說自己經濟如何好 假如說這樣不行 那些是亂神賊子 他說現在國家如何呢? 扶抱火力之 扶抱火力之 即身 是什麼意思呢? 你抱著火種 躺在柴上 而下之寢其上 火未燃 基本問題還沒解決 就是那些柴身還放在下面 你躺著 基本因素還沒解決 深層次矛盾還沒解決 所以他說火未及燃 現在還沒燒著你 遲早燒你一獲金 為恩惠之安 這樣就說國家安全 荒謬 荒謬 荒金之勢 何以異恥 他說現在天下就是如此 結果假如說這番話的時候 是看待國力最強盛的民警之治 但是事實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幾年之後 十數年後 出現了大規模的動亂 社會大規模的動亂 兇奴也有大規模的入境 侵邊 所以吾楚七國之亂很快就爆發 漢代由最強盛走向另一個格局 就是漢武帝的時期 漢武帝後來治國 關宗餓死三四 三四個人 三四個人餓死 關宗多餓死 此為後話 所以從這首籤文來解 最後一句就關鍵了 識者能知火未燃 其實是講假如 是講知識分子 他們能夠針貶是弊 講出真話 結果 如果聽他們的話 國家就真的長治久安 如果不聽這些知識分子的話 拘捕這些知識分子 最後假如被流放到南方 最後因此感染疾病而死 所以國家就陷入了危機之中 所以這一首籤文 其實就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要解釋的事情 以為國家安全 實在未安全 如果不聽 忠言逆矣的話 還要統一言論 統一意志的話 國家不久就會像漢代一樣 漢代當年 太平城勢之下出現了重大的社會危機 而結果漢武帝就用一個雷霆 霹靂的方法去解決這個社會危機 而引來更嚴重的社會危機 這就是漢代的社會經濟發展史 這也是我自己本人最感興趣 最熟悉的題目 今年大年初二又跟大家解釋了這一支籤 希望大家能夠居安私危 當然我自己也求了另一支 我一支真的是下下籤 我一支 就不詳細說了 但是這些事情也是參考疑義的 我自己解籤也只是當為一種知識去看 準不準呢? 也是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於心 再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拜拜 今天是2022年2月3日 大年初二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今天又跟大家解籤 今年是第五年跟大家解籤 1819 2021 今年是22年 第一次解籤 當時我還在影片中說 叫人們快點訂閱 快到了3萬人訂閱 如今將近逼近30萬人 多謝大家這幾年的支持 為什麼要解籤呢?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求神問卜 風水命理之說 亦不足為精 但是我喜歡看籤文 因為籤文 以前的書生社 很多歷史典故在裡面 我一看就覺得很有熟識感 很開心 有時候不懂 我都會去查證 考證 看看解籤人說的話 跟籤文原意是否相近 每一年都解了一些東西出來 這幾天有些網友看回我幾年前的解籤文 解籤的簽文 就說神預測 譬如說2019年 石田為業起非常 滑餅將來未見香 我當時就說 這些人說是中籤 麥寧寧說是中籤 我一看就說是下下籤 為什麼呢? 我就說當年的歷史典故 引起我的思考 如果香港不保住司法獨立 不保住自由經濟 不保住香港過去百多年乃以成功的東西 將會在2019年聲名敗壞 自此之後將會不復好像以前的光芒 結果有網友聽完之後 雖然裡面的內容有一些 現在聽是仿如隔世 但是也有多少應驗 這是2019年的簽文 剛剛對上一年的簽文 2021年的簽文說 下手衰教一著先 世情局面虎途然 即身立火非無事 識者能知火未然 人們以為太平盛世 贏了 天下掌權也在我手中 但是當年在漢代 假如在民警盛世中 講了很多盛世危言 現在國家面對著很多問題 很嚴峻 人們當他化瘋 說他現在我們全勝了 你說這些也沒用 他說一些不適合聽的話 還被人貶去長沙 後來屈屈而終 假如好像輸得很慘 但事實上假如所說的事情 被人看早了幾十年 幾十年後 漢武帝的年代 假如所說的問題全部爆發出來 比如說地方諸侯反叛 兇奴 財政的問題 結果 令到關中十之以三都餓死了 所以假如所說的話 所言非去 他只不過被時代走早了幾步 但是 說明了 當權者往往見到有識之士說這些 忠言逆議是不對 往往自豬不理 懶嘲葉鳳 但是看看誰能夠贏到最後 這是2021年解的簽文 今年劉業強 鄉議局主席 又是每年都會代香港人在車公廟求簽 今年這支簽說 人板高處求真果 我向低邊 拾戒疆 微澳不如 去微糟 莫教涉獵 請英豪 這支簽 他自己自免解 解籤文的人照自免解 說別人求真果去很難的地方 難過登天 不如在路邊拾戒疆 做一些容易做的事情 不要好高無遠 其實他的意思是 做人不要好高無遠 但是後面有一句 就是坊間的人都不懂得解 微澳不如去微糟 我今早在WhatsApp群裡面 全部都是學者朋友 他們很多人都問 其實我昨晚 我英國時間半夜已經看到這些簽文 但是當時準備睡覺 所以遲了一天才解籤 我在WhatsApp已經回覆了 這句話是來自論語 背後的典故是如何如何 今天值此這個機會跟大家講講論語的典故 要了解這些簽文 一定要了解論語的典故 其實坦白說 這些簽文都拿走了下下簽 只剩下中簽 但是中簽裡面都求的 這幾年都不是好的中簽 我認為那些根本是下下簽 即使不是下簽 都是下簽 或者中下簽 都被香港人求到 今年這一支也是如此 解籤人說2002年董建華也是扣了這支簽 所以董建華連任 如今林鄭也連任 但是不要忘記 董建華連任之後年紀 他腳痛下台 而且03年爆發了香港自六七暴動以後 最大的民怨 大家都記憶猶新了 而這支簽裡面其中一句 微澳不如去微造 是點出論語 論語怎麼說呢? 一個人叫黃宣賈 黃宣賈有兩個黃宣賈 春秋戰國時期 一個是齊國 一個是衞國 一個是衞國 衞國的黃宣賈 他問孔子 他挑戰孔子 與其微於澳 寧微於造何惠也 這句是當時的言語 很多人都這麼說 寧微於澳 與其微於澳 你去微於澳這個地方 不如就微於造 澳和造是兩個神 澳是內神 在家裡國內的就叫澳 就是你家裡的主神 主要管你的家 你沒用 你討好不了主神 你不如討好外面那個 在外面廚房的造軍 造軍低級一點 容易相處 容易講素 容易聊天 這句話就是 孔子面對著的難題 就是為什麼孔子周遊列國 去了不同的國家 他的學說也不得到別人的重用 雖然孔子的地位很高 但是沒有人重用他 他說的全部都是德政、仁政 皇帝、君主 當時還沒有皇帝 大皇 就說不實際 最實際是如何? 最實際就是要軍事權力 改革 昌江子女出政權 你說一些行人政、行德政、行禮教 沒用 所以孔子到了衛國這個地方 衛國這個地方 就是歷史文化很悠久 和孔家的淵源很深厚 但是衛國當時很混亂 為什麼? 衛國的大皇 他就寵信一個女人 就叫男子 這個男子 然後就是江正 女人江正是違反周禮的 孔子是不喜歡的 但是孔子也照去那裡做大臣 所以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子路 很生氣孔子 你平時經常說仁義道德 現在你又看到這種機會 你又去 孔子就說 我去到希望改變他們而已 加入建制改變建制 但是當然不成功 結果衛國的大皇被很高工資留住他 但是不給他任何實權 而當時實權落了一個人手上 就叫王宣賈 王宣賈見到孔子挑戰他 他說寧微於澳 如期微於澳 如果你在一個家裡 你拜神就拜澳 沒用 你拜造 造就容易一些 其實他是在比喻自己 他就是造軍 當權 一個家裡廚房 是當權的 因為你每晚民以食為天都要煮飯 反而家裡的主神 他保不保有你 整家合家平安 很抽象 很難說 就是說 這個澳就是大神 大王 你如果要得到大王的信任 很難 你得到我的信任就好 我是一個當權者 權神 一個潛神 是一個龍拳的人 你得到我的信任 我自然有辦法 讓你在衛國過得好 有些權力 但是孔子 何許人也 當然不賣仗 孔子反駁他 他說不言 不對 你說這句話不對 獲罪於天 無所討也 獲罪於天 就是說 你拜什麼神也好 奧 造也沒用 如果你得罪了上天 得罪了天道 什麼叫得罪了天道 孔子說的天道其實是道德 你做人違反道德 你拜什麼神也沒用 拜什麼神也無功 無功而還 所以其實孔子反駁他 你做人不講禮教 不講道德 不講核心價值 只講當權 只講權力 有風使盡利 這些人是沒用的 贏不到最後 即善之家必有餘慶 即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放回今天 今天 奧可以解釋人民 因為主權應該是在民的 因為現在沒有了大王 沒有了皇帝 所以主權在民 他就跟你說 如果 預期討好人民 不如討好當權者 討好當權者 當權者是誰? 即是主席 總書記 總理 什麼主任 討好這些 其實這支簽文 如果你是幫特首求簽 就說 預期你要市民信任你 不如上級領導信任你 好過了 微澳不如去微造 莫教涉獵請英豪 其實他意思是如此 但是如果放回現實生活中 他就說 如果你放棄了你的市民 百姓 只是討好當權者 孔子就會說 不然 不對 獲罪於天 違反道德 違反人倫 違反義理 違反普世價值 獲罪於天 無所討也 這樣沒有人會保佑你 所以董建華當年拿了這支簽 結果 倒行逆施 2003年爆發沙士 又推行23條 結果 你以為是有風洗進你贏了嗎? 可以強行通過嗎? 後來就腳痛下台了 如今 劉業強又為香港求了這支簽 香港的局面會變快嗎? 簽文當然不能作盡 但是簽文中解釋的人生道理 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學習的 不要以為自己當權 不要以為討好當權的人 今天就贏了 放長雙眼去看 孔子雖然人生是失敗的 根據藍絲小粉紅這麼說 孔子流亡一生 孔子流亡一生 孔子也流亡一生 但是孔子學生顏冤 他就了解他的老師 孔子到處游來浪蕩 學生有些也看不起他 為什麼我們這麼有道德 我們掌握到普世價值 掌握到人生的真理 但是我們要這麼坎坷 顏冤就明白到了 他說 父子之道自大義 他說學問老師的道 老師堅持的道德真理太大了 天下莫之能容 現在世人接受不了 為什麼世人接受不了? 人性是自私的 自私的基因 當權的人是扶鬧 他們當然接受不了有道德的人 所以不用 然後見君子 正正是因為 天下當權的人不能夠容納你 才能夠看出老師理 是真正的君子 所以 不要以為 贏了 很了不起 放牆雙眼 爭 朝直 但是我們要爭的是千秋 今天解籤又拿出這把線 每年解籤都拿出這把線 這把是姚公的墨寶 姚中夷教授的墨寶 和我上面的字 一樣是姚中夷教授的墨寶 但是這個有賣的花 所以我平時珍藏了 包起來了 一年解籤的時候 拿出來和大家庫用風雅 最後再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苦年行大運 苦苦生威 苦年大吉 多謝大家支持我的收費平台Patreon 參考資料 獨家的內容 文字摘要 史記課堂 哲學課堂 全部都會在Patreon獨家 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 今天是大年初二 再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原來屈指一算 從2019年開始 至今已經第五年頭 在這裡和大家解車公廟的簽文 我過去四年解的簽文 就是從歷史典故 文學考證的方法去解 和坊間頗有不同 但是還是你看回過去四年 似乎我解出來的典故 和香港和中國的局勢 都會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 當然 我不是學風水命理 雖然最近聽陶國章教授說《易經》 但是四十而不劃 五十才知天命 我還未到天命之年 所以對《易學》 對《風水命理》 我也是沒有深入了解的 我解籤文和外面的人解當然不同 外面是依字免解的 很少像我一樣 依典故的角度去解 我從文學的角度解釋 其實也覺得很可悲 為什麼呢? 在這裡 那些求籤往往都抽起下下籤 只剩下中籤 上籤 也經常抽到一些不好的籤 今年抽到2011年 也是套年 抽到同一支籤 劉皇發當年抽11籤 如今他的兒子也抽了11籤 但是籤文看上去真的不太好 因為裡面有幾個歷史典故 也是有問題的 到底什麼叫做 威人威威不示威 只當著力有針規 白登曾起高皇國 還被將量守舊為 外面的坊間解籤師傅 要不就跟字免解 要不就依書直說 我查到歷史典故 還拿了一把 在故宮博物院 在台北買的一把 紙線 跟大家富庸峰牙一番 第一句 威人威威不示威 到底為什麼 你就這樣看 解籤師傅 陳天欣 他就說厲害的人 威人就是厲害的人 如果字免解 威人 厲害的人 威威 經常吹噓說自己很厲害 不是真正的厲害 你可以這樣解釋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威人 根據吳月春秋的說法 威人者滅 信服者昌 威人者滅 以強權去壓制人的人 一定是滅亡的 當然這也是一個解釋 但是我找到第三個解釋 第三個解釋 就是從十三經 看到一些解釋 譬如說十三經的《無師》 《無師駐索》 《無師駐索》裡面 他提到威人是什麼意思 他說 或者遺君者以刑法威人 以法盡則人得罪故知 然後威罪人 嚴刑進法得知遺君 為此此故事其義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威人當然是嚴刑進法 這不是沽證 我再查周禮的註數 也是如此解釋 以威人中度以正人 故並然 這個威人也是解嚴刑進法 所以無論是《無師註》還是《十三經》中的周禮註 也是解嚴刑進法 所以如果解嚴刑進法 這句話解得通 首先第一個威人 這個威是用嚴刑進法去迫害別人 威威不是威 用嚴刑進法迫害別人 不是真正能夠服眾 可以這樣解釋 所以三個威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第一個威人就是用嚴刑進法去對付人 然後第二個威就是 是服從 威人威威 逼人服從 不是威 他們不是真正的服從 可以這樣解釋 嚴刑進法迫別人服從 不是真正的服從 為什麼呢? 因為傳統中國文化 儒家也說了 以得服人者為王 以力服人者為霸 霸和威應該是同一個解釋 所以就說 用一些很嚴厲的法律 周圍抓人 看起來社會平靜了 但這些不是真正能夠服眾的 不是真正能夠得民心的 所以第二句的關鍵 只當著力有針規 針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聽別人的勸告 在唐詩萬交勸友裡面一句就說 人生正操樹 莫厭相珍規 不要厭倦 朋友之間是互相勸告你 聽別人勸告 聽別人勸諫 君主國家的領導人才是好的領導人 這是自古的標準 自古不是中國 任何國家的標準就是要聽別人勸告 所謂天子有曾神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天子如果有五個人 是經常勸他的 他也經常聽別人勸他的 就算君主無道 不是一個好的君主 但是也不會失去天下 所以關鍵就是要聽別人有針規 《紅樓夢》第十九回裡面也說過 他說以壓其氣 不要這麼高的氣炎 然後好下針規 然後聽別人的勸諫 這是做君主、做領導人必要的 人家說你、批評你 你不要動的說別人唱衰你 動的說別人光滑你耐正 動的說別人說三道四 動的說責任不在我方 這樣必然難以服眾了 所以第二句也可以這麼解釋 第三句 這句話說 拜登曾在高皇國 這就是一個歷史故事 在漢高祖七年 漢高祖元年被封巴蜀 因為先入關鍾者為王 雖然劉邦就入了關鍾 但是權在漢宇 漢宇就說哪裡是關鍾 因為傳統都說關鍾就是咬咸 咬咸 咬山和咸谷關的地方就叫做關鍾 須有咬咸之利 但是他們說不行 沒理由給你這麼好的地方 去巴蜀 所以漢高祖元年又巴蜀 但是 聽了謀事的憲策 最終解了圍 解了圍 五年後平定了天下 打敗了漢宇 張糧用計 然後 韓信用兵 蕭河運糧 所以整套合作無間之下 最終打敗了漢宇 最後 得了天下兩年 但是劉邦以為自己很厲害 為什麼認為自己很厲害? 因為 天下平定開始誅殺功臣 誅殺功臣其中對付韓信 韓信在漢高祖六年被貶為懷陰侯 後來很快就被剃了 韓信跟劉邦喝酒聊天 劉邦問他 你認為朕可以帶兵多少? 他說帶兵十萬 皇上可以帶兵十萬 厲害了 他說你可以帶兵多少? 四個字 多多益善 我們經常說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多多益善來自這個故事 當然劉邦很生氣 想辦法貶他官 貶他做懷陰侯 後來逼他造反 這件事 就是一個例子證明 那些君主原本很謙虛 但是不斷被人吹捧 權力在手 就認為自己很厲害 所以在漢高祖七年 他親自部署 親自領導 親自指揮 去打兇奴 因為在那一年發生了一件事 兇奴入侵 打贏了韓皇信 韓皇信投降 韓皇信和韓信是兩個人 韓皇信投降 劉邦看到領土失去了 親自帶兵去打 沒有派出韓信 或者沒有派出其他顯赫指揮 自己去打 結果被人圍了白燈這個地方 平成白燈 平成就是 後來歷史很有名 北孝文帝的時候千刀 由平成千刀落陽 平成圍困了七天絕糧 幾死 差點餓死了 劉邦和他的軍隊 最後聽了誰說 陳平說 陳平後來當了丞相 蕭規曹秦 蕭河之後到曹參 曹參之後到陳平周伯 陳平當丞相之前已經出牛獻賊 陳平是偷金倒數 品德是很差的人 偷金倒數 偷錢 又勾娜嫂 她用卑鄙的手段 賄賂慕奉岩渝 岩渝就是兇勞的領導人 賄賂她太太夫人 賄錢她 勸慕奉岩渝退兵 盟渝真的聽了她太太說退兵 為什麼呢? 他老婆說 你攻打平成 八燈 就算讓你贏了 你守不了這個地方 因為無險可守 而且 兇奴是逐水草而居 善攻不善守 所以不如這樣 放了劉邦 然後拿一大筆錢走 以後長年與漢朝結成恩親 所謂的和藩政策 就是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由漢朝派公主嫁去那裡 然後就永潔友好 然後漢朝給他一些錢 每年給他一些錢 有些貿易 可以交換 大家不要再打架了 劉邦死了之後 蕾瑜直接寫信 要劉邦的老婆 女后其實當年很老了 其實蕾瑜是羞辱他的 要他嫁給 不如你嫁給我們蕾瑜 嫁給我們大王 女后看到就很生氣了 但是說我年老式衰 不要搞這些事情了 這句句子就是白登曾起高皇國 意思就是說 滿朝損 欠受益 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 不要經常吹噓 由亂及智 由智及興 威人威威 不是威 經常說自己又興又智 不是真正的智 不是真正的興 最後 終被張良守舊遺 這句子怎麼解釋呢? 這句子我認為 舊遺是意思呢? 是意思是以前的危險 最終你在這個時候也要想回 張良當年是怎麼幫你化解的 就是叫你想回一些故人 想回一些已經離開了 歸隱了 被你嚇走了 被你威威威走了的人才 這個舊遺 我認為其實就是解當年航遜 就是去了齊國 平定了齊國 但是劉邦被項羽圍攻 所以劉邦三催四請叫他下屬 航遜幫他解圍 但是航遜說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平定了齊國 齊人是不服的 所以隨時會造反 我一走他們就造反了 所以我留在這裡要震懾他 除非你封我做假齊王 假齊王的意思是什麼? 假者是暫時也 臨時的齊王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婚禮請貼 也有假文化中心舉行 假是解釋的意思 張良就說你忍一下他 要忍 因為現在事不我與 現在我被人圍困著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跟航遜翻臉就不得了 所以寫一封信給航遜 他說 大丈夫當做真齊王爺 起為假齊王? 當然要不做 要不做就做真齊王 就封他做真齊王 不是做假齊王 航遜自此之後死心塌地跟著劉邦 最終就是用航遜用兵 打敗了航遇 所以這件事就是說 終被張良守舊為最終在這個時候 危急的時候也要施舊仗 文戰古 施良仗 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 逼走那些人 搞那些人退隱就退隱 然後被你誅殺就誅殺 不要搞這些事情 所以 劉邦最終也化解了這個危機 但是漢朝就要變成了和親政策 用低姿態才能夠維持太平城勢 最終這個低姿態 造成了漢卿70年 漢朝最發達的70年 就是民警之治 去到漢武帝 從旅後開始 去到漢武帝 70年 天下太平 倉宿 就是貨倉 糧食 流出來了 爛了 國家發達 關鍵是如何? 不要左右開工 不要四面樹敵 用低姿態 別人欺負你 你就忍了去 別人欺負你 你就為了大局著想 不要動一點也要反擊 動一點也要戰狼 不要這樣 所以 反而後來漢武帝 動一點也要戰狼 南征北伐 搞到關鍾十人裡面 有三四人要餓死 所以天下大亂 為了面子 使得國家大亂 為了面子使得民不聊生 所以這就是漢朝的故事 這也讓我想起我已故的老師 廖伯源教授 中央研究院史遇所 他教我巡漢史 當年他做生涯研究所的院長 我旁聽了他一年 做了博士後的研究那一年 我就在旁聽他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讓我想起故人 那麼 張良也有他的故事 張良非常低姿態 在橋上看到叔叔 叔叔跌了一雙鞋子 他幫他撿鞋 撿鞋就撿鞋 然後叔叔叫他穿鞋 他就幫叔叔穿鞋 穿了鞋之後叔叔叫他 晚上在等我 他晚上去到見到叔 嚇一嚇 喂叔叔 這麼早的你 他就說 喂 你將來再來 他將來再來 準時到 結果叔叔又在 其實已經提早到了 叔叔又在 第一天準時 第二天提早 叔叔說你下次再來 他想想一下 生氣的 一早晨早 從早坐倒黑看到叔叔 最後叔叔送了一本太公兵法給他 姜子牙 姜太公兵法 張良學了這套兵法之後 打遍天下無敵手 也因為學到這套兵法 之所進退 最後 在亂世之中平定天下 自小的時候離開朝廷 最終他就是極少數的功臣 得以善終 還是復現後代 這就是張良的智慧 也說明了謙虛的人有福了 一尾就說自己厲害、崛起、勃起 敢於亮劍、敢於路下等人 滿朝旋、欠受益 此為千古不逆之道理也 今天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Patreon 下星期開始 就會恢復中國經濟史課堂 下學期課 之後就會有近代史課堂 還有大量獨家內洋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知識有價 現在加入年費還有Discount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1日 在這裡祝大家大年初二 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自從2018年開始 我每年都去幫車工師傅 去補充解籤 解車工廟的籤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解籤師傅是自免解的 往往不是從文化歷史典故去說的 但是寫這些籤文都是以前清朝或者民國的壽彩 或者是壽彩的元老寫的 所以變成他們用了很多歷史典故 所以我解有它的優勢 而過去2018年至今 我解的車工的籤 你看看歷史多有應驗 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劉業強在車工廟求籤 師傅說是非常大吉利是 為什麼呢? 因為求了四次,第五次才求得成 頭那四次都是 跌了多一支籤出來 這些真是大吉利是 看看香港的命運如何跟這些籤 因為解籤師傅有解籤師傅就不解了 香港只可以說好東西 不可以說壞東西 不可以說真東西 所以不解 既然如此禮失求諸也 我去到英國也要幫香港求籤解籤 那麼這支籤中籤 一看就知道了 字面的意思是為什麼 他說 他說是苦根辭矣入山林 拿著一把斧頭進去山林 未得之事而拿出探 找不到的時候 去哪裡拿呢? 去哪裡找呢? 這句是反問句 他說 找不到啊 你打算拿一把斧頭進去山林 去山林做什麼? 當然是找人才 因為是劈著木材 木材者比喻人才 他說找不到啊 為什麼會找不到呢? 在哪裡找到呢? 這是反問句 就是告訴你 然後他就說 你已經損了良才卻失力 你本身已經沒有了人才了 好的人才走了 就離開了你們了 又失力了 又浪費時間 浪費機遇了 現在你就說要到處找人才 哪有真正的人才會來呢? 離得的那些 都不是真心真意為你發展的 然後獻君留住代春林 他勸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了 省一口氣 浪費的事情了 留待時機 等春天的來臨 等基本因素改變了 等某些東西煙燒雲散 灰飛煙滅的時候才發力 現在這一刻 靜待時機比好 所以他就說 家宅雖然是平急 但是婚姻是不合的 如果求財 打算發展經濟 求財不遂 不行了 尖病作福 自身平安 接下來是不是有大的政治事件 是不是有某些法例要立法 是不是人才會進一步離開 真正的人才進一步不離開 這些簽的簽文的本意 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它實際上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更深層次的意義是什麼呢? 是來自孟子的 有典故的 之前我解釋的 有些是來自史記 有些是來自其他的唐詩宋詞 這個典故是來自孟子的 我幫中華書局注釋過孟子的 孟子這個很明顯是來自誰呢? 梁惠王這篇文章 那麼梁惠王呢 他說寡人之於國 我對於國家盡心疑 我對國家盡心盡力 很好的 我唱好自己 說好梁惠王故事 說好梁惠王聲音 他說河內空 河內水災 我就移人民去河東 我就震災了 然後移其宿於河內了 我又開倉了 他說這樣就很好了 擦倫國之證 欲無寡人之用心者 其他國家 沒有人像我這麼好的 寡人真是好得不得了 別人比不上我 東升西降 那就厲害了 然後他就說 曼子說黃浩戰 但是大王你喜歡打仗啊 請以戰語 我用戰爭說 他說有些士兵呢 50步就丟下了一些武器 有些士兵100步丟下了一些武器 然後50步笑100步的 50步笑8步就是來自這個故事 他說行不行 他說當然不可 直8步以日逆時走 你走多少步你也是走的 走50步也是走 走100步就是走 你比較其他國家也沒有分別的 好了,他說 大王你就知道好了 他說怎樣才是真正的治國 他說不為農事 他說耕田這個農夫 不要違反大自然的規律 就是春天就播種 夏天就是耕種 秋天就收覺 冬天就休息 不要像毛澤東那樣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那麼你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你當然是會餓鬼很多人的嘛 所以他就說不為農事 耕田不要違反自然的規律 不要違反一些人過去的經驗 那你就有很多東西吃了 現在就是有些人違反了過去的經驗 歷史百多年的發展 違反了那個規律 譬如說 香港過去百多年就是自由礦 是華人最自由的地方 沒有民主而已,但是最自由的地方嘛 香港就是政府積極不干預 這些就是百多年的規律 香港就是愛識人才 百多年的規律 你不違反這些 社會才會發展的 好了,素孤不入烏池 你捉魚不要用這麼小的網 你用小的網捉魚 就捉完魚,下一次就沒有魚吃了 就教你做人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你所有事情一定要說什麼? 要全部事情到達講盡殺絕的 你要逼得那些人 逼得那些人沒有生路可行的 動不動就要坐進獄的 喂 那你以後怎麼會有魚吃呢? 沒有魚吃了 然後這句話就是跟這首簽有得對應的 就是 虎根依時入山林 你砍樹呢 你當然不要砍小的樹 你砍大的樹 你將來才砍的嘛 所以就是教你不要什麼? 不要拔苗助長 不要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做人不要這麼過分 不要講盡殺絕 一定要凡事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你將來才有木材用的 那麼你如果違反了這些東西 哪有人才啊? 你的社會哪有前途啊? 然後 下面這一段他就說 現在社會有什麼問題呢? 那些大王就說 非我也歲也 不關我的事 天氣的問題 連月的問題 責任不在我方 退卸責任 喂,有人打仗 非我也兵也 不是我的問題 戰爭的問題 與我無關的 那麼所有事情都推卸責任 責任不在我方 這個城市 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怎麼會有前途啊? 所以他解釋就是這樣啊 車工是不是引用孟子解得很好啊? 我都說車工是 香港最出色的KOL 所以他就教你 做人不要那麼盡 但是你留在那個地方的人 那怎麼辦呢? 他說呢 留在那個地方的人都不要緊 是沒有前途的了 勸軍 我勸你留住代春林 等待時機 跟他鬥長命 等那些基本因素過了 灰飛煙滅 煙燒雲散 社會就有機會匹極大來的 否則呢 接下來這些日子都是 被人揭責如魚 被人違反規律 違反經驗 違反規矩 搞到一鍋抱 亂七八糟 所以這個車工的簽文 應該就可以這樣解釋了 其實也不僅是車工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曾俊華也有類似的想法 曾俊華有份去看美詩的 結果很失望 有份叫回饋 是不是? 頂不住了 大家叫回饋 我以前也有看球 進去看南華對魚丸的 在旺角場大球場也有看的 球迷全部爆粗 問候李健和、歐慧論 但是球場事就是球場了嘛 是不是? 大家覺得頂不住了 然後呢 為什麼好事會變壞事呢? 近年屢見不鮮 動一下就將事件提升到政治層面 就不能避免了 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 這方面我們要留意的 曾俊華說也很客觀 這件事情本身是球場的問題 不是政治的問題 是不是? 美詩不出場 別人的恩商不出場 每一天世界上每一場比賽 都有球員恩商不出場的 你說他恩商不出場 去日本出場又欲壞 那這些就是提升到政治 你怎麼能夠有證據證明 別人三天後的狀態不會好轉呢? 別人美詩坐在那裡黑臉 就說不尊重你 就說是侮辱香港球迷 別人不出聲而已 那麼一個球員一定要餘賓的嗎? 一定要飛來飛去 笑口誓誓好像逼行一樣 球員就是球員嘛 有做 當然是親民 沒有做 那麼 這是敘利是錯的嗎? 你球場罵他 我覺得失望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就是好像你打算進戲院看一套鹹片 你發覺他最後不隨的 那不是鹹片來的 你當然叫回水 很正常的 你打算看一套鬼片 進去沒有鬼的 那你當然是失望的 但是永遠都是求長事就求長了 現在就變成了政治 又說要抵制這個 又說什麼美詩 美詩 武器 那這些就是政治化了 然後每一天就說要backlist美詩 又說以後不讓他來香港 黑名單 那就是自取其辱 以後那些國際大球星 明星 歌手 還敢不敢來香港 賺錢一定會來 二三線的會來 但好像美詩這些級數 他不會來的 美詩一年他可以賺到四億歐元 他也不去簽那份藥 在沙達阿拉伯 他簽份一億三千五百萬歐元 連同那些代言費 現在大陸說一年六千萬人民幣 六千萬人民幣是零頭來的 如果其他那些二三線的球星 他會跪下來的 但是這些一線的球星 一線的歌手 一線的大明星 他沒有需要欠那些六千萬 即使Dr.K也不需要 是不是 所以他只會自取其辱 令到城市越來越邊緣化 加上某些法例立法之後 更多人才來 你要找真正的人才 外來人才他會來的 但是他不是打算建設你的城市 不是打算落地山根 借你的地方去外國移民 借你的地方去走資 這些人是有的 所以這個城市 勸軍 希望你勸軍留住代春林 等待時機 跟他鬥長命 鬥日子 這就是留下的人可以做的事 離開的人 繼續努力 繼續去生活 等待春天的來臨 有一天可以帶著榮光歸去 希望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進步 給個like subscribe share ok 再一次祝大家身體健康 聾年 閒大運 happy golick new year 這個現在叫做year of dragon 那些人說改成year of long 那我也不反對這個說法 但是年初一已經拍了影片 解釋我不反對的 但是應該要一致改 中國叫China China是瓷器嘛 瓷器一敲一碎 所以China也不好 所以應該改成中國 或者好像俄羅斯那樣說 改成揭丹 以後叫中國做揭丹 中國人做揭丹 這個就是俄羅斯嘛 或者俄羅斯叫中國 也叫做 俄王 或者是王俄 俄王 可以叫做 阿翁 Where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阿翁 這個也是可以的 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